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学过两个变量的方式 一个是从PHP读取变量 分类给变量到摩板中 对不对 什么时候用这种变量 动态的数据 第二种咱要学习了 摩板中从配合镜中读取变量 什么时候这样做 希望用户通过改变配合论件 就改变页面外观的时候 用这个对不对 还有一种变量 什么变量呢 叫做保留变量 保留变量什么意思 就是不用从PHP分配给服务器 听什么 分配给摩板 也不用从配置文件中数据 读取配置文件中数据 就是在摩板里边 直接就能用到的数据 这就叫做保留数据 比如说 举几个例子 咱们打开我们的程序 比如说在index里边 我们平时接收get的请求数据怎么办 想在摩板里想是 我们会不会这么做 你看 doll smarty 里边 ass ign ass ign 分配 比如说 get 数组 对吧 然后是dollar for 下方线 get 是不是这么去做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页面上显示get里边的 比如说假如我们请求的页面 lockhost里边 index.pp 假设我传到user name等于妹子 假设我传这个 对不对 我在模拔那边 对 我在这块吧 你看 我是不是就得这样去写 dollar for get 是不是数多 数组里边的dr user name 看到了吗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获取到 上面是不是有名字 是不是获取到了 那用户名 是什么 我get 是不是就能获取到什么 那再比如说 我这里边 假如说有session session 在前面最上面写 对 我现在 sess session session 开启 session 对不对 然后我在 session 这个数组里边 倒入下方件 sess session 数组里边 传一个 hello 等于 wrld 对不对 我配置文件 我是不是在这块 smrt smart 里边 as 分配一个 sess session 的一个名字 导入下方件 sess i session 那我在 接面中怎么用 模板中 对 dollar for sess i session session hello 是不是显示那个word 来我们看一下 用户的 我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前面咱们学session的时候 有的值怎么的 有个值咱们没改回来 也就是 这个 cntrl f session 这会儿 是不是user呢 自己改成 files 是不是才可以啊 然后 重启 α7 server restart 比较慢 进行 好 重启了 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word是不是就出来了 因为咱们原来是用 咱们讲规划控制 自定义时候处理的 还没修改 对 你看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你没觉得这样比较 麻烦吗 那不光是有session 和get里边的 还有post里边的数据 对不对 request里边 数据等等 是不是有好多呀 对不对 所以呢 smarty在系统内部自动做了一件事 因为你每次三人数据 盖的数据是得动做的 所以他自动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他没这么写 他相当于这样 但是这个我不用给他写出来 注释掉 它是这么写的 内部相当于有这样的代码 smarty 对象里边 assi基因分配什么呢 变量名叫做smarty 变量名叫smarty 然后分配一个数族 看到了吗 数族里边分别有什么 分别有下标是get的 他的值是道路夫下方线 get的 然后数族里边有一个host 他的值就是什么 道路夫下方线 host 有个session 他的值就是什么 下方线 siesln session 这话少不少号 然后这话再来一个 比如说还有cookie cookie这话有个值 就是什么 cokcookie 对不对 等等 对吧 当然这个道路现在file没有 因为那就是服务器能用的 模板中用没用的东西 对不对 这些全局速度 他基本上都是这种 已经注册过了 smarty已经注册过了 就什么 所以我们pp不用分配 模板也不分配 这种数族的格式 你在页面上会不会访问 看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把这边分配的动作都删掉了 没有分配动作了 你看 我怎么再访问 就不这么访问了 什么的 smsmarty 他数族 是不是咱们过来数据点的形象 点 get 是不是找到get的数族 get的数族里面有username 有 对 然后我们这话还有什么 smarty smarty点 session 是不是有根数多 点什么 hello 你看跟刚才结果一样 抓紧一下 没有变化 对不对 这里边我们再输入几个字 是不是 跟着变化 对不对 没有变化了 你看 pp又没给我们分配变量 对 又没从pp里面读变量 那么我们变量是不是在模板里边直接用到的变量 这就是保留变量 所有的保留变量都存在smarty里面 对吧 那我们看保留变量有哪些呢 这么多 当然了 我们不一定现在都能用得到 因为好多保留变量在他后边指示能讲到 咱们只讲一下咱们现阶段 咱现在能用到的 对不对 比如说 一边求求变量就这么几个 get post cookies 接着括号变 s server 是导致下server env session request 是不是就没有files 文件上传那个 因为文件上传 模板里边不处理 直接在pp处理 所以那个给模板没用 对吧 有这么多 请求变量 对吧 这里边的所有变量值 你直接都可以用咱们先边的方法去获取到 对吧 再看这里边有哪些咱们用 得在后边课程能用上 比如说 这个 不过这个 后边咱们用 对吧 然后section后边咱们用 还有 嗯 这个模板继承的时候咱们用 对吧 这个咱们统一在边界的时候咱们用 好吧 所以这些咱们先不讲 剩下的咱们说一点 比如说smart or no 什么呢 就是当前的时间错 你不用分配time过来了 对不对 你又想过去当前的时间在模板里边 我直接在模板里边 啊 啊 b 直接就可以怎么拿 dw s mr ty smart. now 你看 就是一个时间错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这个 那是这个我想要年月十分秒的格式 对不对 后期会你去变量修改器的时候回去 当然我们可以调戏的函数可不可以呢 dat smart三 知不知是这种用法呢 对吧 年月日 我就写个年月日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不对 当然了 这种用法后边咱们会讲这种函数的用法 只是告诉你这种可以对不对 对 除了这个你看 咱们前面就分批变量了对不对 常量在PG里的常量怎么显示呢 对吧 你看 他前面声明声明过一个常量 我就不声明了 常了大家都会定义对不对 有没有个入的常量 这段前面声明的 你看 我直接也不用分配 直接倒入 smarty.co const.root 可信一下 是不是读出来了 常量 对不对 所有的常量你直接用 听到吗 不用分配过来 那 问一下这个 第二 const.con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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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件 对是当前文件 他肯定输出当前文件 当前文件 有模板文件 还有php文件 输出是哪个 这两个都不是 这个新版本有点问题 他这个应该输出了什么 应该输出组合后的文件 哦 组合后的这个文件 编译 对 编译后的文件 因为最终组合成就这个文件 那个 刚刚file就在这个文件里面 对不对 你看 打开 应该输出的是这个文件 知道吗 才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 康子反复常量 对不对 这个conf.conf.conf. 是不是跟配置文件有关呢 配置文件有两种过去方式 一种方式 是使用这种方式 比如背景颜色 这个 我可以把它去掉 一种方式 是直接用smrt smart.conf.conf. 所有的配置文件中的 保留面量 所有配置文件中的 什么见值 对 都在这里保存着 直接写就行了BG 对吧 颜色呢 我们可以直接怎么呢 $srt smart.conf. 配合点 Color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用法 不如景号这种用法方便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刷新一下 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说明我们一样能读得出来 对不对 当然像景号这种方式 不够我们这种用 还记得前面讲 什么变量函数 你看 里边 咱们 有的地方函数 是不是有景号的形式 你看到了吗 对不对 现在遇到景号的形式应该能看得懂了吧 特别是属性这会儿 景号的形式是不是能看懂了 说明都是在从配置文件里边 在读值 对吧 对 再回到保留变量 所有的保留变量都会讲 记住 只是咱们现在是能涉及到的 像Section 咱们后边循环数组的时候 使用 这个咱们可以用一下 什么呢 当前的模板是哪个模板 我们可以在这显示一下 用途不大 对不对 再说话 对 对 简化 用途不太大 那你了解一下 是不是你带点体骗 对不对 还有 当前的目录 用途也不大 也是你了解一下 小心一下 对吧 目录是不是这个 目录下 就是模板所在的目录 对不对 然后呢 当前的版本 用途也不大 咱们应该是3.3.1.17 是不是 我们来明显一下 是不是 smart3.1.17 对吧 这就是这几个都是 Smart 当前的目录模板 这都是Smart3新加的 至于哪是Smart新加 哪个是后加的 我们可以怎么当 你可以都点开之后 可以看一下 对吧 这些哪个是干嘛 怎么用 那这就是保留变量 这些保留变量 是使用Smart模板 用的几率比较多的 特别是页面请求变量 对吧 和当天时间 还有访问长量 我刚才讲这几个 都是使用力比较高的 下边这几个使用力不太高 对不对 而其他的保留变量 那么我们只有在学到后边 指示的时候 我再回过来让大家看 大家就会明白这些东西了 好吧 好 现在咱们变量部分 就介绍到这里 对吧 有三种分分变量 如果是动态数据 从PSD分分一个模板 如果想用用户去改进面 那么用在模板里面 读取配准用件 如果有一些变量 经常用到的 直接保留变量就有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在这里 好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